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市场上的变化 最近因为央行加息力度比较大 全世界像美联储加0.75,澳洲加0.5 大家都对未来房市是忧心忡忡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问我说 未来的房市走势是怎么样 房价会不会崩盘 有些小伙伴就感觉已经失去信心 觉得去年买房子买早 觉得对革命道物有一些不见令 还有些朋友发了一些案例给我看 说现在房价给多少 其中发的一个案例就是我眼前这个例子 为什么会有这个例子 就是在176号Vermere Road的房子 在5月11号的时候卖了257万 你等到到6月份的时候 央行进行第二次加息 他这个售价旁边的一个房子售价是171万 中间差了80多万 就30%的一个下调 两个房子首先它不是同一个类型的房子 你看这个户型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房子你看户型其实是不错的 它的很大区别是潮南 但是这边有一个舞台 就是活动区域 这边也有个活动区域 后面还有个后院 然后它是一个五房 而且里面你看室内的话 它其实是不需要装修 淋包入住的 这种在Red的话 其实算是比较稀缺 很多Red的房子其实里面是很破烂的 在Red就是Red console里面 这个房子就是在旁边 里面其实是没法住人 你进去必须要装修一下 很多人的疑惑就在于说 我知道这两个房子其实户型不一样 然后装修又差距 但是不应该差这么多钱 这价格如果说是180号卖250万 然后这个房子卖个比如说200万 我觉得心理上可能还平衡一些 这差这么多的话 这个市场是不是要崩盘了 其实我个人感觉 就是说一般比较破的房拿出来卖 有的时候是遗产房 或者是其他有些原因 它不得不卖 所以他们对价格咬的不是那么死 第二点大家要明白一点 就是Wemir Road 这条街它并不是一条非常好的街 甚至我可以说它是个烂街 你像他们这个位置是对着Ipping Road 不只是这个问题 整个Wemir Road 就是所有的房子 基本上来讲的话 都是在洪水区的范围里面 都有洪水的风险 因为它旁边有个creek 然后同时在Wemir Road 它的地下有M2的车道 地下隧道是穿过这条街的 穿过Wemir Road 同时这条街是很大一部分 是有火灾区 布什范尔 然后同时这条街还是一个主物 街上其实是没法停车的 而且车非常的多 所以说句实话的话 这样的街的话 它其实是五毒俱全的 洪水 火灾 然后竹物 然后同时有噪音 然后这个里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车道 它这两个房子其实比较平 你要到Wemir Road下面的时候 那个G就是高G不平 你别问我说为啥会知道 因为我们家在这有过房子 你看124Wemir Road Masville 就是我们家曾经买过的房子 2019年125万买的 后来我们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 就把这个房子直接出手 做一个简单的装修 为什么要出手 因为我们就知道 这条街真的是不怎么样的一条街 如果不出手 低谷买入 但是如果你留的话 未来涨幅就不是很好 越是差的位置 在这个区的话 它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它的波动性其实是非常大的 不只是Wemir Road 其实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甘客户路的 你在去年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 可以卖175万 然后你到今年的时候 那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 就只能卖145万了 而且现在还挂着一个盘 然后现在是根本就卖不去 就在市场上这么一直挂着 根本就没有人去买 可能我觉得130万或120万 就把它卖掉了 所以当你买入一个区域 非常差的位置的时候 市场好的时候 它会跟着起来 因为大家会有种 就是Formal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会觉得说我买不到就不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 终结跟你说 这个区的房子 你看以下就涨到200多万了 那你不如一步步开始 你就买一个主屋的房子 反正你这个房子 哪还有200万以下的房子 你能买到就是赚到了 结果你买到手里的垃圾 一到市场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反应过来了 没人想买房了 现在真正想买房都是刚需 之前去年的时候 都很多是跟风 觉得别人不买 我再不买就买不起了 那结果你买到垃圾之后 在你手里就砸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市场 并不是说 是一个非常差的市场 在我眼里 这个市场 目前是一个淘汰市场 它对那种非常差位置的房子 它是非常苛刻的 你会卖到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但是如果你是好房子 还是能卖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 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很大 因为租金也涨上来了 国民也开放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其实是大家可以看其他几个销售机会 比如说Killara 最近网红中介 莫尼卡图卖了一个4号Springdale Road的一个房子 卖了1200 就是1200多万 1215万 然后这个房子已经冲击了Killara 目前有价格机会以来的房子 第二贵的房子 去年是冲击第一个 也就是说在今年这样的一个市场 Killara这个区还能冲击一下第二贵的天花板 那你跟我说Killara这个区不一样 是学区 是富人区 那我可以给你很多其他的一些案例 你比如说20号Lamber Street Earthstoneville Earthstone算是一个中产区 在市区 这个房子的话 这个中介我认识 他告诉我卖的价格是350万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 Earthstoneville这个房子的话 就是他的新的天花板是去年达成的 是360万一套warehouse 今年排屋 然后冲击了天花板的第二名 你包括像Northrock的房子 这个是最近刚卖的一个房子 一个板房 然后卖了是191万 我们知道Northrock 接近200万的房子 很多都是专房 而且是双层的 他等于说就是一个平层的房子 但是他的位置非常好 离火站非常近 上市没几天 就190多万就给卖掉了 这东西 那现在的市场 其实就是半边晴天半边雨的一个市场 那一面上来讲 因为很多人他不跟风进入市场 所以他不是说什么房子都可以买了 都愿意去买了 所以垃圾就卖不动了 同时有另一拨人 他是真正有需求要买房置换的 这种人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第一点 他不可能去租房子 因为现在租金太高了 你就是付的现在租金 你还不如自己去买个房子去养房 你要是只还利息的话 实际上你跟你租房差不多 第二点的话 因为市场不好 所以能不拿出来卖 屋主就尽量不拿出来卖 所以就会造成了一件事情 垃圾市场上一大堆 好货反而很稀缺 很多人想买房 但是现在房源不足 是一个很大的事实 市区的一些中介跟我讲 说他手里现在公寓很多 但是house的盘 现在未来两三个月 手里house的盘会越来越少 所以他们也忧心承认说 今年挣的钱 饭碗可能会成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想分享的一件事情 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记住 它的location position 各种东西 你是不能妥协的 一旦妥协了 你就说我想低价买入 可以 你在市场最低股的时候买入 比如说我们说熊市的时候 三次每个星期的拍卖率 跌于60% 你买入个很便宜的垃圾 但是你记住 一定要在市场高峰期的时候 比如牛市的时候 连续三周的话 都是拍卖超过80%的时候 那种最高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抛出去 你不抛去的时候 你买的房子就跟股市里的那种小盘股一样 它顺便给你涨了100 然后再给你跌个50 这种事情 其实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妥协了这个位置 你的投资就会大起大幅 你不妥协位置 你的房子到任何时候都是有需求的 而且我个人觉得 现在市场真的没有那么差 现在的问题是 我觉得反而 有些真正想要看房子的自助买家 他会反而觉得说 这感觉这房子没怎么给 因为他们看上的房子 肯定是说 比如学区 房子户型好 如果交通比较近 结果这个房子 他说觉得反而是说 还是有点涨了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说我要去检购 好房子其实还是很贵的 很抢手的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 确实给你有很多谈判的空间和余力 所以今年的朋友 就是有想置换的朋友 我想我还是鼓励你 就是说去买入优质房产 然后长期持有 不要丧失信心 然后同时你要明白 涨幅特别大的 往往是垃圾 就是垃圾去垃圾位置 对于一种优质房产的 它变化是不大的 同时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说我们投资房产 没有人规定我们一买 就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然后一卖就卖在喜马拉雅山顶上 这个不符合投资的原则 耐心是我们投资人的一个美德 好不好 所以今天就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分享 就是说不要妥协位置 如果你想贪便宜低价买入 那请你持有一段时间之后 迅速把它卖出 感谢您的收看 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好吗 谢谢